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就知道豪门之中的豪门 就是他们的 结果没有想到 今天一翻开来看 会发现平民百姓 会觉得很窝心 原来豪门中的豪门 皇宫里面更是如此 从传出来 婆媳之间有没有问题 从以前戴安娜王妃到卡米拉 这又出现另外一个 全世界最让大家不看好的小三 现在当了皇后了 你觉得整个英国皇室的这些事情 有多精彩的一些内幕 好 今天节目现场所有的来宾 一次讲给你听 英国皇室你不知道的内幕 好 来 一开始为你介绍 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 左指编第一位资深媒体人林玉峰 大家好 财经专家卢源丽 大家好 右指编为你邀请到的是 心理智商师薛永林 大家好 律师李宗盛 大家好 好久不见 你自己说了 好久不见 那宗盛 这次像英国女王这些事情 所有里面包括你看到 那个凯特王妃 然后包括梅根 所有之间那些 走里斗成这样子 包括婆媳这样子 你会不会觉得那个皇室 基本上那个精彩 比后宫甄嬛这还精彩 其实我觉得 每个豪门或是每个皇室 或是说每个家庭 都有各种不同的精彩 只是他们的 因为他们就是皇室嘛 就会比较被人家关注啊 那确实是蛮精彩的 但是我想我台湾各个家庭 也有各种精彩的事 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 对 包括李宗盛佳 所以你知道 从英国伊丽莎白女王 然后过世的时候 一开始出现的 一峰 是 就遗产嘛 对 豪门一定 大家就会想到遗产 而且她的遗产分配 真的不一样 对 我觉得 其实伊丽莎白二世 真的这个女王 真的是很有智慧 就是都她过往之后 她离开了嘛 大家都认为说 那接下来是登基的位置 然后还有这个皇室丧利 但是她最后用钱 用遗产来 让她又变成是 整个事件的一个主角 我们先讲一个小故事好了 这伊丽莎白二世 这个女王 当初呢 戴安娜王妃进到皇宫的时候呢 其实她就拿一排 她的首饰给她挑的 可是呢 戴安娜就挑了一个最大颗的 就是那个钻是最大颗的 那这个女王就直接问她说 你挑这一颗 是因为它最贵吗 你就会知道说 她在考验她 那戴安娜王妃很聪明 她说没有没有没有 因为她才挑的是一个 彩色的一个宝石 她说因为跟我的眼睛的颜色很像 所以我才挑这一颗 所以感觉上那就是一个试验 好 伊丽莎白二世 好选她过关了 对 因为如果我的话就是这个 你是要这个最大 不是 这个不要 其他保险 好选 那可能就没办法举行 就马上就出门了 好 那她这一次呢 其实因为她已经想骑瘦96岁嘛 所以其实她今年7月的时候呢 她就已经做好一次遗产的分配 OK 她总共有300件的首饰 这首饰呢 不是她去搜罗来的 是一代一代传承的 所以呢 每一件都是无价之宝 所以呢 她们在这个皇宫里面都是有列册的 那她在7月的时候呢 其实她是有把这300件首饰 分门别类 就是有些是传承下来的 你一定要给谁 那没办法 就是给她的媳妇嘛 对了卡蜜拉嘛 那有些呢 是她外面人家进贡给她的 她可以按照她自己的喜好 比如说给梅根 或者是给凯特王妃 她都可以 其实7月的时候呢 是用这种方式来调整的 那你知道吗 这300件价值多少钱 34亿台币 34亿 而且呢 这个是有航无事 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拿出来的话 可能一件 大概就37亿了 对 如果你真的拿出来的话 你愿意拿出来的话 公开拍卖 或什么的 那是更高的价钱 可是呢 她在最后临终 前一刻全部改掉了 就是没有说 什么要接受传承 然后没有什么 我要给谁 她就全部绕过这个媳妇 卡蜜拉 直接给了这个长孙媳妇 凯特 对 给了凯特王妃 所以全部 她等于说 那卡蜜拉不疯了 应该疯了吧 我是皇后 对 而且她等了17年 对 她等了17年 我被骂那种 最不正的小三 被骂了这么久 对 然后呢 好不容易上位了 然后呢 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 你给了凯特之后呢 这个不是说呢 她得到了这34亿 是里面有很多的皇家的 一些佩戴的东西 是你要在一些典礼上面 你到那里 你就是要给人家看那个东西 那你现在都没有了 那你典礼是不是还是会有 你就没有东西 对啊 感觉上英国女王 是用这样的方式 告诉大家 我还是不认她 对 所以她不会有 我们皇家的传承 对 就好像以前中国历代 大家去征那个玉玺 有没有 各位你知道 中国人古代征那个玉玺 是很怪的一件事 那个玉玺 还是缺了一角 所以你一定要抢到江山 以后一定要拿到那块 缺了一角的 才表示正硕 对 所以她的意思就是告诉大家 她出来 就是没有挂一排的那些 我们皇家的东西 对 你就是名不正言不顺 就在你在这个位置上面 但是你知道说 我传承的是绕过你 然后到了凯特 所以大家会认为说 凯特其实才是 接下来未来的皇后 那卡蜜拉 你可能暂时在这个位置上面 但是你是没有盖那个章 你是没有那个认证的 那他们就说 其实凯特皇后 王妃可能会 稍微调整一下 梅根是绝对不可能的 对 我刚刚就要问 那梅根呢 她不是更疯了吗 我们两个好歹 她是大哥 我是儿二媳妇 对 我也应该三十几亿的 我好歹分个三亿多 她应该什么都没有 因为其实她已经脱离皇室了 但是现在就是说 威廉因为毕竟是哥哥嘛 然后凯特毕竟是大嫂嘛 所以呢 可能会给一点东西 但这个东西也不是给梅根哦 其实她现在就是继承了这个 伊丽莎白女王的做法 我绕过这个卡蜜拉 绕过媳妇 给这个长孙媳妇 那这个凯特要给谁 这也可以 但是她是绕过梅根 就给梅根的小孩 意思就是说呢 如果这是一个大皇室 那我是照顾这个家庭 但是梅根你没有 为什么呢 你敢脱离皇室 那你就要想清楚嘛 种什么因得什么果 所以我觉得这是 伊丽莎白女王二世 给大家的一个教训说 我才是最重要的那个人 就算我离开了 我用我的遗嘱 还是让你知道说 谁是老大 超有智慧的 但话说回来 这个毕竟 不是一般传统的 那个所谓的遗产分配吧 对 如果是一般家族的话 那不得了 伊丽莎白二世 可能就不用下葬了 停官 然后大家去打官司 不都是这样搞的吗 是 因为大家刚可以听到 这个伊丽莎白二世 他是直接把遗产绕过媳妇 直接给这个凯特 可是其实依台湾的规定 就算他没有做这个遗嘱 那个媳妇 卡米拉 他其实也没有资格 可以继承遗产 因为台湾的规定是 第一顺位就是直系血腥 非亲属 也就是小孩 那大家可以听到说 如果是在台湾 可不可以做这样子的动作 就是反正我的财产 我全部就是给我喜欢的那个人 我不管你法律规定什么顺位 什么继承人的顺位 直系血腥杯 宣署 父母 兄弟姐妹 主父母 那些我都不管 我可不可以特定给一个人 可以 但是法律有规定 在1187条规定 你也不能违反特留份 所谓的特留份 就是最低最低保障 继承人的这个英计财产的部分 那依台湾的规定 有二分之一跟三分之一 依他的顺位去做这个分别 主要是这样 OK 可是小妮 虽然你说他有智慧 这样一些的分配 但你是摆明了 就是让凯特跟梅根两个人 从此以后 对啊 从此以后大家更视如水火了 对 不是这样吗 不换寡换不均 都是这个样子啊 然后你一次打脸两个 所以说一个家庭里面 不管他是皇室的家庭 还是一般平民百姓的家庭 女人永远是这个家庭的 气氛的调节者 很重要 就是说要加何万事心 还是说彼此勾心斗角 或者是说连死了 他都要来插手 我觉得女人扮演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其实他们 因为婆媳算是没有血缘关系的 你看都会争这个遗产 那有血缘关系 你觉得会不会争 那当然 更会争 当然 好 可是你从这次英国皇室的这件事情 一开始讲 彦礼 这个就要问财经专家 刚才讲那三十几亿 它真正价值一定不止三十几亿 尤其整个英国皇室 那是不得了的价值 对 因为其实现在并没有任何的法律 要求英国皇室公布女王的资产 以及整个皇室的资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数字 都是媒体预估的 但我个人认为 以下我要讲的所有的数字 我认为都是保守预估 OK 那我们来分两个部分来谈 一个是女王自己本身的资产 那媒体是预估 大概至少是五到六亿美元 我觉得合理 这五到六亿美元包括就是两个城堡 那这两个城堡 当然规模没有办法跟 拜金花和公相比 但也是蛮漂亮 很有特色的城堡 那还有一堆古董 还有一堆珠宝等等 还有一堆名画 那这些名画里头 七千幅的名画 里头有墨内的名画 各位 这些名画算一算 你觉得五亿够吗 五亿美元够吗 还有一个皇室 我真的超乎我的想象力 这个皇冠有 两千八百六十八颗钻石 其中竹母绿就有十一颗 蓝宝石有十七颗 这个五亿美元够吗 因为我一颗竹母绿都没有 所以完全超乎我的想象 好 这个是女王自己本身的 那皇室的资产 媒体还有这个一些 金融基础是预估 大概至少是高达两百八十亿美元 包括白金汉宫 然后皇冠专员等等 那接下来我也来分享一个 就是有关于这个遗产的一个故事 我自己听的也觉得是蛮感慨的 就是呢 我有个朋友呢 大我大概十十五二十岁左右 那时候他也是从企业界的高阶主管退休 那因为真的是女性朋友 那因为他工作真的是太认真了 所以就错过了婚姻 然后退休之后呢 他本来想说也是去开始游山玩水等等 但因为早年工作实在是太认真了 所以身体没有照顾好 就没有想到工作几年 就退休几年之后呢 就发现好像有点血便 然后又不理他以为只是痔疮等等 就很快就发现是大肠癌 那打到大肠癌 因为是比较默契 可能也没有处理好 所以那时候他就自己在想说 毕竟也这个受过高冷教育嘛 他就自己想说 那是不是要开始预录一些遗嘱啊 做好一些财产的分配 那因为我这个朋友 他其实在投资理财上面 也是蛮有头脑的 所以算了一下 他自己清算一下 他的资产大概是 八千万到一亿跑不掉 那因为他那时候已经离来的时候 已经六十几岁了 那他爸妈已经不在了 那他只有一个弟弟 那偏偏他跟弟弟感情又不太好 所以他那时候在这个利益组的时候 他想了很久 他就做一个重大的决定 他觉得说他就把他大部分的 大部分的资产给了他非常要好 从小一起长大的姐妹涛 因为他这个姐妹涛呢 就是在他人生最低潮的时候 鼓励他能够就是 从低潮里头走出来 然后甚至在他癌末的期间 他弟弟虽然知道他生病 也不太去看他 那他后来就决定把大部分的资产 给了他姐妹涛 以及姐妹涛的先生 就一对夫妻 对然后小部分的资产 他就捐出去 那当然弟弟也不知道这件事情 等到真正要出病之后呢 弟弟就想说 那来看一下姐姐哪有钱的吗 姐姐好歹也有房子 弟弟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钱 但好歹这个房子 弟弟觉得他可以分 结果没有想到呢 后来就是这个姐妹 她就说不好意思 是那个因为你姐姐好当时有立遗嘱 而且是有公证的 那所以呢 姐姐的遗嘱就说 这大部分资产就是我 跟某些慈善机构 这个姐妹她就说 不好意思那个 因为你姐姐好当时有立遗嘱 而且是有公证的 那所以呢 姐姐的遗嘱就说 这大部分资产就是我 跟某些慈善机构 那弟弟当然很生气啊 弟弟就本来想要去告他 那弟弟也是找了律师来咨询 然后律师就说 这个有公证的啦 没有用你打不赢啦 不然你就去要特留份 那当然其实因为特留份 还是要到 可是弟弟就觉得说 可是还是跟原来想的差很多啊 所以呢 弟弟就到处造谣声势 就说这个姐妹她呢 其实从头到尾都在设计 让姐姐在意识 不是很清楚的情况之下呢 把资产全部转移给姐妹她 所以她就到处说 这个姐妹她的坏话啦 然后甚至认为有诈欺的嫌疑 对 李珍其实现在如果要是找律师讲说 譬如要 我就要把财产全部都捐了 我就说 或是说我财产全部都要 用遗嘱的方式给谁 一定都会想到说 后面最起码 律师也会帮助人想到说 你这个只要弄下去 后面官司一定打不完 所以前面都会准备好相关 所有的流程 流程证物的 包括录影什么 大概都会流程好 可是像刚才燕丽讲 那个不服气 她今天到晚在外面讲 我告诉你那个李珍多坏 她就是从头到尾设计好 她就是故意要这样 我姐怎么可能呢 她那时候意思一定不清楚 她如果满街这样讲呢 好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们在做一场 我们真的假设有遇到这种 就是说我就是遗产 我不要给我的那些继承人 我就是特别要给谁给谁 我们都一定会讲清楚 有这个特留份的问题 那假设有些人还是会很坚持 就是说我跟他们没在带 他们平常也没在管我 我干嘛要给他们 那我就说你要想清楚 他们有没有那种 丧失继承权的室友 如果有的话 我们要把它写在遗嘱上面 可是通常因为我们法律的规定 那个丧失继承权的室友 他的门槛太高了 你可能要重大侮辱 要杀他 或是一些其他的行为 就是非法的 非法二级的行为 才有可能导致那个继承人 丧失继承的室友 而分不到任何一毛钱 所以正常的情况下 都一定还是会有这个特留份 所以在这情况我们都一定会 就是录影啊 证人什么都会弄得清清楚楚 那如果弟弟他早就已经看到遗嘱 遗嘱执行人或是律师 也早就跟他讲 你姐姐就是这样 那东西都清清白白 都已经摊在前面给他看了 他还刻意去散布 或是指责这种 损害他人名誉的这种事实的话 那就是会有该当 刑罚匪犯罪的问题 OK 从英国皇室所出现的 这些遗产一些的分配 你可以看得到家族之间 他只是遗产只是看到钱的问题 但那个中间过程当中 大家心里面的 你说轴里之间 婆媳之间 跟每个你我的家庭里面 是不是都会出现一样 只是感觉起来 他们真的比我们大家 大得多而已 现在全球目光焦点 如果 都摆在凯特王妃 跟梅根两个人 梅根没有去奔丧 对 虽然你脱离皇室 这样会不会有点过分 对 我们先来讲说 为什么这个 伊丽莎白女王跟卡蜜拉 这两个的婆媳问题 这么严重 其实他们在很早很早 以前就见过面 那一次见面的情况是 查尔斯王室 就带领他的皇军 去打一个马球比赛 那在马球比赛里面 因为这个菲利普亲王 跟这个伊丽莎白女王 是在上面的一个包厢 然后下面卡蜜拉 就在那边很大声的 囊囊 加油 结果他就觉得说 这女孩子怎么这么 怎么这么活泼外向 后来他就去问了这个 查尔斯王子 查尔斯王子就讲了一段话 说我喜欢这个女生 可是 那时候结婚了吗 那时候还没有结婚 然后女王就觉得 这样也不错 很活泼 很外向 可是后来就有人跟他讲 这个女孩子就是卡蜜拉 那个年轻的卡蜜拉 那时候跟谁在一起 跟一个也是一个贵族 但是那个贵族有女朋友 就是查尔斯的妹妹 所以他们是一个视角恋 那时候女王就讲了一句话 就说这个女生不正经 可是这个不正经到底是什么意思 对 他就说不正经 到底是他那天在马球场 就是很大力的这个加油 还是说他觉得说 怎么会怎么皇族跟贵族之间 搞成这样 搞成这样会有个视角恋 所以他一直没给他好脸色看 所以呢 查尔斯其实他后来 跟戴安娜王妃就是结婚了 但是他其实一直念念不忘卡蜜拉 后来就出轨了嘛 所以呢 其实这个婆婆给媳妇 从来就没有好脸色看 那你想想看嘛 那接下来梅根进来之后呢 现在这个王妃是谁呢 就是卡蜜拉 卡蜜拉这个婆婆会给她好看吗 我觉得应该也不会太好 尤其是他们两个之间 凯特 因为凯特就是大家最喜欢的 那这个大嫂跟这个 两个之间的走理问题 其实有很大的一个 很早以前就有这个导火线了 那个时候要结婚 那结婚的时候呢 以这个皇室的传统礼法来讲的话 因为这个威廉王子跟凯特王妃 有生了一个小女儿 那个小公主要下绿地 他当然一定就是花筒嘛 那这件事情 他是花筒 然后呢 其实那个时候呢 凯特王妃就说呢 花筒就要穿他们正式的服装 就是虽然你是小花筒 你穿的很可爱 可是呢 你要穿一个裤袜 那时候呢 结婚的时候是夏天 但是呢 梅根就很强势 她说这个不时尚 不能穿这个裤袜 结果呢 那时候外传凯特就哭哭了 就是凯特王妃就抱着这个下绿地 这个小公主就哭哭了 我就觉得受委屈了 那这件事情 其实应该只有三个人知道 因为在更衣室里面 第一个就是凯特王妃跟夏绿地嘛 那夏绿地那时候很小 应该没办法去爆料 好 那再来还有谁 卡蜜拉 对 再来是卡蜜拉 所以呢 这事情出去之后呢 就是英国的小包就开始 而且呢 就是讲的跟真的一样 然后落泪啊 什么的 那时候梅根就是 你在进到皇室之前 你就给你的大嫂 拍跨名 对 你觉得这样子大家会呢 而且凯特王妃 其实有点像是 刚刚那王妃离开之后 而且这个悲剧性的车祸离开之后呢 这个英国人民的一个新的希望 然后他也很得体 所以呢 这件事情大家就觉得 不喜欢梅根 那梅根后来呢 也开始出书 开始上欧普拉的节目 然后呢 他就直接爆料 他就说呢 欧普拉我觉得那个是谁好的啦 欧普拉就直接问他很清楚说 你有没有让那个凯特王妃哭 然后呢梅根就说没有 那欧普拉就追问说 你没有让他马上落泪 但是你有没有让他有想哭的感觉 然后他就顿了三秒钟 之后就开始娓娓道来 他就讲了一句话 这个事情刚好相反 他就说呢 其实他们让我哭的 但是呢 在那更衣室里面 只有这三个人 所以呢 应该就是他们去爆料 然后呢 去诋毁我 那这件事情你又讲出去 然后你又脱离皇室 然后呢 最后 你想想看 这个东西你竟然没有来奔上 就算你脱离了皇室 那你没有来奔上 这件事情 其实在英国人民来讲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大不敬的问题 所以后来不是有出现一个新闻 就是梅根然后后来在群众要握手 对 那个旁边的群众不理他 对 他就是后来有出来嘛 然后有一个四季就是两对夫妻 威廉跟凯特 对 然后这个哈利跟那个这个梅根有 然后一个四季合照之后呢 其实 因为在外面有很多的民众 那大家就过去 那其实这个是很热情的 就是大家看到了这个王子 哈利还是他们的王子 可是呢 梅根出去之后呢 就直接撇头 都没看到 他就这样子定在那里哦 所以呢 这画面其实都有 所以你就会看到说 这个东西就是很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那大家知道说呢 你既然脱离了皇室 你就不是我们的王子 对了 所以呢 你就是跟民众就是不喜欢他就对了 OK 所以我觉得没有来奔上这件事情 传来一个非常清楚的讯息 就是说这件事还没有完 嗯 对 就是说 虽然说这个死者为大嘛 但是我就是不来出席 就告诉你说 其实这一件事 可能不是在我们这一代可以解决 下一代才可以解决 不一定哦 可是你想那个 轴理之间的那个 怡根处理 轴理之间的问题 会不会觉得比较棘手这些 其实还好 因为我觉得 轴理比方说像凯特这种状况 他已经得到那么多资源了 而且他装瓜也装得很习惯 你觉得他是装瓜对不对 一定啊 谁会有办法去承受就是皇室那些有的没有的规定 所以如果我是凯特的话 我其实是不会把梅根放在眼里 就是他要怎么样 因为每个人弄每个人想法嘛 他想怎样去放飞自我 就他自己去 但是如果他一直在外面放飞自我 还要就是弄我的话 那我当然一定是也会想尽办法弄他 比方说我就会 我现在继承到了34亿的珠宝嘛 每天我就各换一个珠宝照片打卡 然后气他 把他气到看能不能心脏病发这样子 对 就用一种这种方式 而走理之间 我觉得大多可能的情况就是 婆婆可能比较有偏好哪一个媳妇 一定会嘛 那就会产生这些心中的借地或者是 或者是哪一个媳妇他嫁的 他真的他工作比较好 他比较有钱 他讲话比较大声 那比较弱势的 那当然我们就是鼻子摸一摸嘛 该煮饭 去煮饭该洗碗去洗碗嘛 但是呢 我们也是要努力增强自己嘛 等到那个大嫂看哪一天死了 或是确诊了什么样 到时候再来反攻嘛 对不对 宜珍你有走理吗 我有啦 但是 你有走理 问两个问题 你在节目讲过你的婆媳 跟你婆婆之间 我每次在节目我都会讲说 宜珍你打算离婚吗 你这个讲完以后回去 婚姻还可以继续留下来吗 所以第一个 你跟你婆婆之间的相处状况 另外走理之间呢 我那么久没来 正正有辞 就是都在处理这些事 没有啦 开玩笑的 都在处理别人的离婚啦 外遇小三的事啦 其实我跟我婆婆 目前的状况 其实我们还不错 就是因为 相近如宾久了 久久见一次面 那那个感 有距离了以后产生美感 像我们现在 我最近也会带她去坐缆车 去山上吃饭 然后她 像我女儿就说 妈妈我们坐缆车下去好不好 我就说好啊 那你邀奶奶啊 奶奶就说我不要 我会怕 那就我就叫我老公说好啊 那你就跟 你就开车 载我奶奶 载我婆婆下去 我就跟我女儿自己坐缆车 我们也高高兴兴 大家就是 也不会就是说 蛤啊 你干嘛 小孩 小孩要坐 你干嘛不坐 你都已经几岁了 干嘛坐我缆车 怕成这样 我也不会这样啊 就是 没有 刚才是把我内心话讲出来吗 没有 就是让我老公好好 就是把他送 护送下山这样子嘛 那我跟我的走礼 其实我跟我们走礼 你是哥哥还是弟弟的 我是老二的 你是老二 所以你上面有大嫂 对 上面有大嫂 下面有小叔这样子 对 但是我大嫂 我大嫂 她比较就是云淡风轻 她就是一样也是 采取我的政策 就是她把自己隔得很远 这样子 回到娘 因为她娘家有 就是老人需要照顾 所以真的没办法这样子 但是我的 我小说的这部分 她就是真的比较乖 就跟我比起来 我就是逆袭 可是确实 真的是这样 因为我那个 就是她会想要帮我 我婆婆洗头 或者说帮她手洗内裤这些 这些我是真的做不到 所以我其实是 所以你的弟妹会做这些事 我弟妹会啊 帮婆婆手洗贴身衣物 对啊 会啊 那你这样在家里面怎么混啊 对 所以我就就是鼓励她说 现在免洗内裤 我买一些 你要直接 那我就不用洗了嘛 你都会买 买一箱给你 不用这样 没有啦 我就会 我还是会跟她吸取经验 跟她请教 她说你真的很厉害 我真的没法度 但是大家还是会交换一下意见 就是怎么跟婆婆相处知道 但是因为每个人的 就是忍耐 或是能做的能力有限 我就是能力不足 能力有限 所以真的没有办法到那个程度 这样子 所以左里之间没有 比较明显过有冲突的状况 完全没有 我弟妹很喜欢 她们不敢跟你会怕被告 不是不是 我弟妹很喜欢跟我讲话 因为她其实做了这些事 她有一些心情抒发 她会有心情抒发 所以她心里也会不准 她会 不会 没有到不准啦 这会造成 就是她会有很多感想 就是侍奉婆婆的感想 都告诉我这样子 这种是左里之间的思维不好 告诉我先生 或是告诉我小叔 但是我们就是有满腹的委屈 就做媳妇 不要觉得什么很多事情都理所当然 这样子 对啊 因为你知道当家里面 那是谁跟婆婆住一起 我们就是轮流 就是轮流 对那轮流会不会 你知道这个就是大家有 左里三兄弟都各有 老婆的时候 包括连家族聚餐的时候 这个钱怎么贪 过年的时候菜主要是谁做 谁要做什么 这些东西中间过程当中 都要先讲好吗 还好 因为大家就是 因为知道是平均分担的话 我们就会有默契说 比方钱大家是 就是各自分 那如果我们比较有能力一点 我们多出一点也没关系 这样子 对就是这个倒是真的都还好 就不要计较 然后不用去想太多 然后好好过日子 我觉得就会减少这种 什么婆媳之间 或是轴理之间的纠纷 OK 对 那你们会有心情发疏的 这种状况吗 我先讲一下 因为刚刚我听 医生律师讲的时候 我挺有感慨的 真的吗 我觉得我跟凯特王妃一样 我就是装乖 你是老大 没有 我老公是老二 所以我有大嫂 然后我有个弟媳 OK 对 那你装乖是什么意思 我装乖 也不能说完全装乖 就是一方面 我觉得我还蛮传统的 然后另外一方面 我会觉得 公公婆的年纪很大 因为当然现在他们都不在 可是当年我就觉得 他们年纪很大 所以如果他们来台北住的话 来我们家住 我就尽所能 比如说我也会帮我婆婆洗 内衣跟内裤 然后 就你没有 我改进 我改进 把她抓走 就她没有 没有 我觉得女律师可能是太忙了 对 你是财经专家 确实 因为我连我自己的内裤都不熟悉 我就丢鸡洗这样子 对 对 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我婆婆第一次来我们家住的时候 我就跟她说 妈 你这 蓝衣买太久了啦 我带你去买新的 那我婆婆又觉得买新的太浪费了 然后于是乎我就目测 目测之后我就买了好几套回来给她穿 她也觉得蛮贴心的 那当然就说其他的 比如说要做菜我就做得不好 那我婆婆也觉得没有什么关系 她就会叫我老公去做 所以其实我觉得是互相啦 那至于走理的话 我觉得大嫂还有弟媳跟我 我们个性其实不太一样 我是那种 人人后啦 那如果你们有什么冲突 你们要 要说我什么 你们觉得不舒服的地方 我就让他们去说 真的吗 还是你简直在节目说跟梅根一样 就我到节目讲 那你们私下讲嘛 我到节目讲 我一次讲 我不会 我从来不会做这件事情 你跟李一真不一样 我在 我在节目以后 从来没有抱怨过什么走理问题 然后婆媳问题的话是 我觉得我公婆很辛苦 就是乡下人嘛 他们从小就是在山上长大 所以我就尽所能 这不是装乖喔 就是内心话 所以我会觉得就说走理的问题的话 当然每个人的立场不太一样 对 因为你有 你有兄弟之间 大家有这样一些问题吗 我们家应该是还好 可是呢 就是因为我太太就是比较幸运 就是我们住外面 那我哥哥跟大嫂是住家里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对对对 我就知道说哥哥跟大嫂就是最辛苦的 对 所以你们每次回去当少爷 跟少奶奶 我肯定是少爷 不是嘛 从外面回来的就是 在家里的人辛苦 外面人是不知道的 对 然后你回来他也不好意思叫你弄 另外一个 你叫黎珍 从外面回来弄 搞不好还砸了锅弄了碗 那我也不麻烦 所以我干脆我来弄 可是有时候你说客气话 没有没有 不会不会 你们难得回来一下 你们在那边坐坐坐 但是知道有时候在那边越吵 是啊 白白人往做媳妇 为什么人可以坐在家 我来这里做这个 不是这种事情 一定是这样啊 一定是这样啊 然后就是有时候你平常是还好 年夜饭就是变成是一场比赛 对因为我们已经不可能做菜嘛 然后呢 我们也试图就是在外面订菜 订那种就是可以在微波的 你是爸爸妈妈就觉得不好吃 所以呢我们又没办法 因为有时候你除夕夜的话 因为像我跟我太太 其实我们都在媒体 所以我们也不可能说为了家里的 然后提早下班 对所以我们都最后我们赶到 我们每天都每次 每天饭都很赶很赶 问题是到杂的时候呢 我们是想说可不可以帮忙做点事 但是每次回到内湖的时候 都是刚好菜上来的时候 算得真准 对对对 那我们就只好吃啦 对啊 吃完就没办法 但是吃完之后 你就会看到就是厨房后面 就是一个另外一个战场 就是一定要赶快 一定要抢到洗碗 对你前段没有做到 后面就要做到啊 所以就变成说一定要很急啊 吃每两道菜就要赶快去洗 因为你知道 今天从英国皇室看到这个 伊正 在你有看过像那种 包括婆媳之间 因为有很多 我刚刚一开始讲 谁解决婆媳问题 谁就去领诺贝尔奖了 可是婆媳间 你从连英国皇室都会有这个样 每个家庭都会这样 豪门会这样 就算家里面 不管你是小康或贫穷 都会有这个样 有出于过像这样吗 有有有 我今天要分享的案例 我就是很夸张 清洁很夸张 但是各位观众 你们要相信这是真实发生的事 而且我还特别再去 昨天晚上跟这当事人取得他的授权 然后我稍微有改编一下 因为以免让人家对号入座 有钱人的家庭 我会发现说 其实婆婆对媳妇 她其实在外面表面上 其实都还是会觉得 我这个媳妇多多多 因为有钱家人 他们一定要选一个 自己心里觉得OK的 标准的媳妇嘛 所以一定会 选到媳妇也是都很优秀啊 很厉害 所以她在外面就可以去damp嘛 那所以她也会去定制一些那种 有配色的包款给媳妇啊 或干嘛 就是送一些高级的礼物给媳妇 那媳妇呢 其实表面上都一定会 因为婆婆对你那么好 然后给你那么贵重的东西 你再怎么样一定收到东西 你会产生压力嘛 那拿人手软 你就是必须要乖嘛 所以媳妇通常就是表面 她都会装得好像没事 那婆婆要我怎么样 我就往东我就往东 往西我也往西 要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 所以媳妇虽然心里会有不满 但是她还是表面上都跟婆婆有这个和平的 这种这种这种就是场面 那我的观察是就是在有钱家庭 你那种像我们这种会叫啊 会嗨的这种媳妇 逆袭 对逆袭之类是活不下去之外 根本不可能有糖吃啊 可是如果是你这种很乖很顺从 婆婆叫你怎么样你都做的话 你就是会有源源不绝的好处嘛 因为老人家高兴撒个什么东西给你就有 那我这个案例她是来找我咨询 因为她是真的受不了 她是怎么样 她是婆婆平常就是都对她 也都非常好 可是就是当媳妇把孩子送去上学了以后 婆婆就会开始要使唤她 明明家里有司机 明明家里有非常多的庸人 明明家里有厨师 什么都有 但是她就会刻意要媳妇说 来我现在想要喝果汁 你现在去外面帮我买什么现打果汁 不管什么时间哦 只要这样一个夏天 媳妇就要开着车 或是她手头在做什么事 就要立刻去买 因为果汁它有保存期限嘛 那你就要必须要买回来 赶快给婆婆喝 如果那个温度或是那个味道 有分层或什么不行 她就会刻意要是继续刁难 说你这怎么样 你买多久啦 是怎么样 是不想让我喝吗 还是怎么样 买个果汁有那么辛苦 就开始要刁难 那甚至这个婆婆 她会想要测试媳妇 她怎么样 她会在家里走走走 走到一个定点以后 就看着那个媳妇 媳妇可能自己在做自己的事 她就会看着那个媳妇以后 然后就开始当地 当场原地变腻 原地尿尿 你们听到这里会觉得 这里的律师在讲谎话 我告诉你 我那时候听到 我说你说哈 我说你说什么 她就说我婆婆站在那边 直接尿下去 她那时候看到 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她吓到 庸人就在旁边 赶快先把它擦干净这样子 可是那个媳妇也吓到 就每一次 媳妇也不知道怎么办 跟老公讲 老公也觉得说 老公不知道怎么出 因为婆婆的势力太大了 那老公就说 你就当她失智 或是尿失尽 还是怎么样就好 就随便一句话这样子 可是媳妇看到 心理压力会很大 因为你 明明家里厕所 这么富力堂皇 你为什么不去厕所尿 你要当地原地大小便给我看呢 那媳妇后来她就练旧成 她就是她假装没看到 甚至婆婆尿得很大声 她也是假装没看到 就是完全没看到 然后就自己去做自己的事情 然后就看到庸人 就在那边擦地或干嘛的 那因为这样子的 其实她这样子的行为 是属于一种精神的暴力 所以 但是她在当下她不知道 所以她来找律师 其实是咨询说 跟公婆同住 然后婆婆这种情况 到底这婚姻要怎么继续 能不能申请家暴令这样子 那结果呢 后来离婚了吗 没有 后来就是 大家就是还是继续在磨合 只是有一些事情 还是要处理这样子 所以她婆婆还是继续在那里 没有 后来当然就分开做 因为太夸张了 对 这个真的是 对 这个婆婆到底 永远可不可以简单告诉 她婆婆到底发生什么事 我觉得这个婆婆 就是非常的强势 想要取得这个家里面的 你强势也不要用这样的方式 对 她是用一种侮辱人的方式 来表示她的强势 对 因为其实我们 就是在华人传统的观念里面 三教九流里面 其实有一个职业是最低等的 像以前的皇宫也是 就是你是失从的公妃 是不是就被派去清理那些公妇 清理马桶 对 对 对 所以我搞不好 那个婆婆看过那一集 对 我觉得就是刻意的 她是要污辱她 所以她是想要媳妇去插吗 还是 对啊 对啊 但是媳妇更厉害 就是看不见的人最大 对 当我不尴尬 尴尬就是别人 没错 没错 OK 可是在这次 因为伊莎白女王 然后过世所研发出来 所有大家所讨论的话题 玉丰 一定有一个 我想跟所有一般平民百姓一样 尤其皇室里面 那个外遇传闻不断 对 可以确认的就是 你说插座王子跟卡蜜拉 那中间过程一定是有 戴安娜王妃那时候也有讲说 跟她的包括什么 马术教练或什么 是不是也有发生 你不管说是因为婚姻 出现了裂痕还是什么 不管 但是不都是这些 可是不止这些 对 从菲律普亲王以后 传闻很多 对 英国皇室来讲的话 其实这个都是他们英国小豹 最喜欢的一个题材 那我们先讲 其实伊莉莎白女王二世 跟菲律普亲王 就是她每次出去的时候 其实她是女王 所以亲王都不能跟她并肩 但是你往后看 你会发现有个高大阴挺的男生 然后两人有时候就是那种相识一笑 已经结婚70多年了 那感觉还是很甜蜜 可是就有这个小豹就说 其实在这个甜蜜的历程之外 她有30个情婦 然后有24个私生女 私生子女 所以你就知道说 为什么会有这么 这么这么这么丰富的一个情史 那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个 比较私密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其实她在英国女王 在生完小孩之后呢 其实菲律普亲王有一段时间 她是有点中年危机 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她就是不喜欢上教堂 她就觉得教堂的这个步道的老师 这个牧师的就是太老了 那时候女王就帮她 为了这件事情帮她换一个 然后呢她常常就是去打马球 贵族打马球嘛 然后就一直打一直打 然后其实你知道吗 我们打棒球练几场 就是球来就打嘛 他们又有一个马球的 皇室马球的 她就是用围犁围起来 然后呢反正有很多很多的球 她就打到她手都受伤 那那个时候呢女王有特别去问 这个皇室的医生说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皇室医生跟她讲 精力无从发泄 那最后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菲律普亲王是海军的飞行员 然后有一次呢就是去访问的时候呢 她自己坐到副驾驶座 她就问那个驾驶说 可不可以让她来开 因为她也是一个pilot她就开 可是她突然就是加快油门 然后直接浮脚往上冲 差点那个飞机就要解体了 但那事情之后呢 女王就知道说 她好像就是有点受不了了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呢 女王常常到处去演讲啊 到处去参加活动 那个菲律普亲王也到别的地方去 女王就特别示意 就说她的行程不用记得那么清楚 所以她就是 真眼闭眼的意思 对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不然你都已经要 那飞机往上俯冲 是要冲去月球吗 所以她就知道说 每个地方其实她都会有一些 会有一些情妇 每次到一个地方 所以才会有这三十个情妇 那么其中比较厉害的就是说呢 她也是找一个贵族 那那个贵族呢 其实这个贵族的女儿 跟她在一起是二十年 后来呢 是因为这个伊丽莎白女王二世 听到说外面已经有在传了 才去跟这个贵族讲 你叫你女儿 不要再缠着我先生的 但是这个好像变成一个皇室的传统 你看她会这个 亲王会去找这个贵族的女儿 那这个女儿其实也认识伊丽莎白女王 那么这个查尔斯王子找了卡蜜拉 可是你知道吗 她一开始是希望卡蜜拉 跟戴安娜王妃变好朋友 所以她一开始就是决定说 要两个都要 所以其实他们订完婚之后呢 其实查尔斯王子就要飞到国外去 因为那个时候大英国协议 还是有很多的属地 你要到地方去访问什么的 那飞一趟 你大概 她就六个星期 那这六星期里面呢 戴安娜王妃一个人在皇宫里面很无聊 可是唯一陪她的竟然是卡蜜拉 她那个意思就是说 我以后也是两个都要就对了 那这个东西其实又有遗传 你知道威廉王子 不是跟卡特王妃好像很好吗 那卡特王妃其实你自己去看 她出席一些场合 旁边都有一个罗斯小姐 为什么呢 因为罗斯小姐 他们家也是贵族 所以其实皇室是最大的 皇室下面有很多的贵族 那很多的贵族的这些子女 从小就要陪这些公子 陪这些公主在一起 那后来威廉王子竟然也是偷吃这一个 所以等于说他们就是 就是从上照下来 三代都是偷吃身边的这些 比如说是闺蜜 比如说是其他的贵族 就是他们好像不太愿意跟一般人往来 但是他们偷吃的都是 跟他们身份地位相当的人 OK 可是 你不得不说 但是在表面形象上面都非常好 尤其你看那种豪门或是名人 只要出现了像这种被人家传说 这个有没有外面什么什么 大家好像都有一个SOP的处理模式 对 其实传说大部分都是真的 那我来剖析一下 我觉得这些有钱人跟名人被替罢外遇的时候 最笨的做法就是否认 因为你一旦否认后面狗仔会爆料更多 到时候如果是公务员的话 你可能会丢官 那企业家的或者是企业界高阶主管 因此也会下谈 然后其次笨的是 其次笨的就是找老婆来暂谈 老婆就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 会说原谅老公住之类 其实我觉得身为女儿我们都看不下去 这个是其次笨 那最聪明的是什么 最高招的是什么 立刻点头然后认错 对不起我错了 我犯了男人一辈子都会犯的错 不不不不 好那我想至少你有认错了 那我觉得媒体就可以止血 他其实我觉得豪门有钱人 当他们遇到外遇的事件的时候 是不是要立刻认错 其实牵扯到的因素非常复杂 特别如果说是这个豪门家大业大 然后在台北股市 又有很多家挂牌公司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杀杀力其实很大 那我讲一个这个故事就是 有一位蛮有名的名媛 大家对他的印象就是豪门杀手 就是他交往的对象 非富即贵 人也漂漂亮亮的 可是有一天他就突然宣布 他要跟另外一位企业家二代结婚 那为什么我要说突然 因为本来媒体上写的他交往的对象 都不是这个企业界二代 但我们也觉得无所谓 就是祝福男的帅女的漂亮等等 可是因为这个企业界第二代 他其实在婚前也是有蛮多 花边新闻的 包括跟女明星吃饭出游等等 可是就花边新闻嘛 也没怎么样对不对 也没拍到什么 那反而是婚后呢 就是狗仔还是有陆续拍到 他跟一些年轻小美眉 比如说在PUB站在哪里出现 可是呢这个媒体如果去问这个家族 包括这个太太就这位名媛的看法 他就说我老公就说那个是社交场合 不然就是应酬啊 很难避免嘛 很难会揉揉抱抱 这很难避免 所以其实这位名媛就是太太 其实他多多少少信头 有一点点疙瘩 可是会觉得 好啦反正老公就是为了生意嘛 为了家族等等 那直到呢过了一阵子 媒体正式爆料 拍到原来老公真的有 就这企业家第二代真的有外遇 而且呢对方还是个按摩店的小姐 而且呢还生了一个女儿 已经生了 已经生了女儿 这个名媛就太太 他完全不能接受啊 所以那时候这个媒体爆料之后 他就很不开心 他就开始问老公 然后在家族里头有完全就是 有不同的一些意见跟做法 特别是呢 婆婆就跟他说 媒体来问你话 你完全不能出声 不能有任何的意见 我们长辈来处理就好 由公关来发言就好 可是呢 这个名媛我觉得他也很聪明 他就开始去算日期了 天啊 我们才结婚八个月 他居然就可以有外遇 而且又让这个女生怀孕生小孩 所以这什么意思 所以就表示 他可能在婚前或者是结婚当中 他就搞外遇了 所以其实那时候这个名媛 他就觉得很不开心 他就觉得完全没有受到尊重 因此他就决定要对媒体发言 那当然婆婆就觉得说 你完全没有顾及到我们家的形象 而且我们家有这么多的上市公司 那所以呢 那当然就是说后来呢 这个名媛他也告了小三 那当然也是告赢了啦 可是婆媳之间的关系是 完全回不去 一定回不去啊 对 那宜珍如果要讲好 对所以你看这种外遇事情 管你是皇宫豪门 一般平民百姓 看起来似乎都会碰到这样一些问题 给大家这个建议一个处理的模式 好 因为现在台湾如果说不信 你的配偶 不管男或女 都有这种外遇的行为 我会建议第一个时间请你要按兵不动的观察搜证 因为如果你没有证据 然后你到最后在律师面前 你手一摊什么都没有 然后一直跟我哭说 他就是外遇 他就是跟谁开房间 那我没办法 因为不是你说了算 你一定要提供证据出来 那再来就是不要打草金蛇 不要随便去找小三或是小王对话 因为那个情绪的冲突可能会让你失去理智 做出一些反而被对方告一些 比方说强制罪或伤害罪的事情 或者是公然侮辱的这些行者会得不偿失 所以我会建议就是按兵不动的收集观察 那去确认说真的 他们有这个外遇事实的这些证据以后 提供给律师去参考 然后提告 至于是不是外遇就一定要离婚 这不是一定的 因为每个家庭都每个家庭的问题 可是你可以跟你的律师好好讨论说 你的状况或是你的想法 因为可能你们的孩子还很小 或是你也有公婆的压力 每个状况不是那么绝对 但是你至少要有这个外遇的这个证据 去让对方知道说 我知道你们正在做一些错误的事情 而且这个法律是会处罚的 那透过专业 如果你自己心情也很不好 那就去找諮商师 那如果法律的部分就是找律师 就这样 OK 其实英国伊丽莎白女王 开创了英国另外一个 让大家觉得是另外一个 不同的一个世代 但是当伊丽莎白女王过世以后 所浮现出来 大家所讲的这些 大家才会发现 不管你是不是皇室 你是不是豪门 原来包括婆媳 周礼 圣祸 扫三 外遇这些事情 看来上帝是公平的 大家都会发生这样一些事情 至于要怎么处理 刚来宾也提供给大家 一些相关的一些方式 那但是最后要讲 其实不管是周礼跟婆媳之间 逆袭不见得是不好 有很多时候 到最后才会发现 逆袭只是各有各性一点 搞不好 真的到最后 养老送中的 搞不好还是逆袭 OK 非常谢谢现场的所有来宾 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 正真有事 我们下次见 拜拜